好,来我们继续聊设计模式 接下来给大家聊一个新的模式 叫做装饰器模式 有的人呢喜欢把它翻译为装饰器模式 有的人叫装饰模式,无所谓 单词叫做decorate 应该是叫decorate 那么装饰器模式是干什么呢 好,一句话 动态的为我们的一个对象 增加新的功能 它就像一个装饰器 它顾名思义就像一个装饰一样 对吧 我们的墙 对不对 赤肉的毛皮墙,啥都没有 好了,我上面给它护一层逆子 好了,它就具备了什么 具备了光滑的功能呢 对不对 我在上面再给它贴个壁纸 对吧 又好看了 好看的功能了 我在上面再给它贴个什么 壁纸上面贴什么呀 挂一勾 对吧,它就可以挂衣服了 那么墙,含着那种墙永远在 然后呢,刮了逆子对象 放了壁纸对象 放了挂钩 它又具备了逆子的功能 具备了什么 具备了这个 这个 壁纸的功能 还具备了什么 挂钩的功能 明白了没有 所以这个装饰模式呢 它是顾名思义 就是这样的一个东西 可以动态的为我们的对象 新加什么 新加工 那么当然有的人说 老师 那我也可以用继承也可以做呀 对不对 你不是要给对象新加工能吗 我用继承子类继承负类 然后子类里面新加工能 不就不也可以吗 没错 当然没有问题了 用继承也可以这么干 只不过呢 用我们的装饰器模式 可以做的更加灵活 更加方便 而且呢 可以避免什么 避免所谓的内心体系的什么 快速的膨胀 可以避免这个 我们以下面这个例子为例 大家看一下啊 好 看这个例子 看这个小例子啊 这个例子里边呢 好 我们有一个车 我要干嘛呢 我要给这个车 增加飞行的功能 也就是车下面有什么 飞 对吧 飞行的功能 飞行汽车 飞行汽车可以做 我车的一个子类 然后我还有搞一个什么呢 水上汽车 好了 于是呢 就搞一个什么 水上汽车这样子类 明白了没有 然后还有 我还有什么 自动驾驶 人工智能的汽车 这个车呢 跟人一样 对吧 车可以自己跑 那么 有加这样的三个子类 有的时候老师 你这个用继承也可以实现啊 我搞个飞行汽车 水上汽车 人工智能汽车 不就完了吗 好 接下来我再给大家提个需求啊 我要再搞一个车 既可以水上飞 水上飘也可以飘 天上飞也可以飞 这时候怎么办 那如果你又既成多的话 那你是不是得这么干啊 是不是又加个子类啊 我还要搞一个什么呢 人工智能的车 还要可以水上 水上自己走的 你是不是又得多这样的子类 我还要搞一个人工智能的 可以天上飞的 那你是不是还得这么干 大家看 这样是不是你根据排列组合吗 自己算吗 可以会需要增加很多的子类 每加一个新功能都意味着新加一个子类 每加一个新功能 意味着新加子类 然后呢 子类之间呢 对吧 你大家可以看到 又需要扩展很多东西 对不对 那如果我的这个车 我这个水上飘还不够 我还要潜水 对吧 我还可以潜水 又加一个潜艇这样的功能 那就麻烦了 加个类子类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 又人工智能的钱 还可以水上飘 还可以什么 还可以飞 又得加相应的什么 相应的这些复活的子类 那么是不是会造成这个 我们这个子类的迅速的扩张了 那么类型迅速膨胀 你就没有办法管理了 那么使用我们的中式模式 我们就可以避免这样的问题 我只要增加什么 飞这个子类 水这个子类 人这个子类 潜水这个子类 它们之间的组合呢 好没有关系 对吧 我通过对象的组合关系 来进行处理 我不需要再单独 作为一个类来做 明白 这样就避免了我类型的扩张了 类型的膨胀了 就这样四个基本的类 通过对象组合关系 来组合起来 人对象 人工智能对象 跟潜水对象一组合 好出来一个什么 人工智能潜水艇 那么人跟这个飞 飞对象呢 一组合 人工智能自动的飞行 自动组合起来 听懂了没有 这就是我们装饰模式的一个好处 那么我们看一看 其实呢 还是利用了我们 对象的组合关系 注意我说的是组合关系 并不是什么 组合模式 好 那么大家看 接下来呢 咱们就 把这个案例呢 模拟一下 好不好 让大家把对这个 装饰器模式呢 有一个基本的了解 完了之后呢 咱们再回过头来给大家详细讲一下这些内容 当然不好意思啊 还得结合这个例子 把这个实现细节给大家讲一讲 那么大家看看 装饰器模式呢 这里面这里面有这样一些细节 component 当然就是抽象构建了 永远是抽象构建 component 还有一个concrete component concrete component 那么 它是我们的一个抽象组件 这是我们的真实的对象 就像那个毛皮墙 毛皮墙一样对吧 那是真正的墙 就是这个墙 听懂了没有 然后呢 这是什么 这是装饰器 它可以给我们这个真实的对象的干嘛 加什么 加功能 每一个功能 代表一个子类 明白了吗 然后你可以看到这个装饰器 它是不是持有了 持有了这个真实对象的引用啊 看到没有 它持有了真实对象的引用 同时呢 装饰对象和这个 真实对象呢 都同时实现了这个组件的什么 接口 那么它有共同的抽象接口 那也就是说 它那个operation方法 operation方法 它有 它也有 来这儿 它也有 它就具备共同的属性 我们可以共同操作 看到了没有 好 那么 对应到我们这个这张图呢 对应到我们这个车里边 我们就知道 这个 这个呢 就是我们的component的抽象 抽象组件 明白了没有 抽象组件啊 有个方法叫木 那么这个卡呢 是我们的真实的对象 真到是一会儿呢 真实对象对应的什么 对应的类 这个super卡超级车呢 是什么 就是我们的装饰器了 明白了没有 这是我们的装饰器 然后呢 它持有了我们真实对象的引用 应该这儿写 对吧 引用了它 明白了没有 这儿应该换条线啊 不太准确 然后呢 下面的三个子 就是类 fly卡 water卡 AR 就是人工智能卡 那么分别什么 对应他们的什么 三个新的功能 明白了没有 如果我要增加fly卡的话 好 我就要创建它类类就可以了 如果我同时要 既要天上飞 还要什么 水上跑 很简单 干嘛 把它们两一组合 就完了 听懂了没有 所以呢 装饰器模式呢 它就把这个 新增的功能 作为一个类结构 来进行存储 然后呢 这块这个结构呢 是一个单独的结构 就真实对象 这个类结构 作为单独的结构呢 互不影响 即使你要在这儿 新加 新加子类 也不影响 听懂了没有 不会造成类的什么 类类型的膨胀 它们两个呢 独立的变化 装饰模式 装饰对象 装饰这个装饰器的 类结构呢 跟我们这个本来 真实对象的类结构呢 还可以起到一个 独立的变化 注意啊 不好意思 这有条线啊 画的不太准 一会儿咱们再重画一下 好了 现在来 我们呢 把这个对象 这个模式呢 给大家用代码写一写啊 体会体会 装饰模式 单词叫 decoration 说我不是正版 以前是正版的文章 文章不太好 又不会用 换了个盗版的文章 这也不能怪我啊 他这个微软也挺讨厌的 现在买买笔记本基本上都预装了 预装正版的文章 可是呢 这文章确实是 跟咱们的很多软件是不兼容的 所以你不得不卸的做盗版的 这是真正是 嗯 来叫 deco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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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然后来 首先我们来 呃 做我们这个抽烟的接口 叫 埃卡啊 就是我们的抽象组 啊 就他 呃 然后呢 在这里边呢 我们就写我们的一个方法啊 方法就是目移动的意思啊 好了 写好了 然后呢 接下来 class卡啊 大家注意哦 他就是实现了我们的 他就是我们真实的对象啊 普通的车嘛 这个 路 地 上 跑 嗯 好 就这么一个小功能啊 这是我们一个普通的卡 这应该是真实对象啊 或者叫被装饰对象啊 咱们看他这是怎么说的 叫什么 叫具体啊 具体构建对象 一样的书上把它叫做被装饰对象啊 其实一回事 好了 接下来 就需要我们的什么 装饰器了 看 定义装饰器 supr卡 就叫 啊 然后 当然 他也需要实现我们吧 来卡啊 来 同学们看一下啊 这呢 来 首先 作为这个 招式器呢 我需要持有 真实对象的一个引用 i卡啊 就叫卡吧 然后 构造器构造的时候呢 传进来 看到了没有 传进来啊 进来之后呢 我们呢 重写目方法 哎 有了 当然了 给他加个新的功能 叫什么呢 public void 啊 这没有新功能 一会咱们加fly吧 好吧 呃 这个大家看 这个移动目方法呢 就他这呢 是直接调用型的 卡点什么 木 调用我们这个对象的方法 明白了 明白了吗 调用他啊 好了 这是我们的装饰器的这个角色 来 就是他 接下来呢 就增加这个具体的装饰器了 明白了没有 比如说 我要让他fly 卡 或者叫fly super卡也行啊 呃 那么大家注意 这呢 咱们就直接继承就行了啊 继承我们这个super卡 嗯 这个需要子类使用 我们把它定义成protective啊 好了 同学们看一下啊 呃 这个呢 定义了一个子类啊 然后呢 我们在这儿去给他增加个新的方法 叫fly 代表我们新的功能嘛 对不对 天上飞 明白了没有 然后呢 当然 这个mov方法 我也可以干嘛 讲个内容 mov 啊 你可以调用复理的mov方法 然后呢 自己的自己不是加了飞 加了飞行了吗 加个fly 看到了没有 可以飞了啊 然后呢 接下来这是fly 我们再加个什么呢 加个这个 这个 这叫 具体装饰对象啊 这个叫什么 什么叫water卡 是吧 好了 那water 水上游我也不知道怎么说 就swim吧 好吧 水上游啊 然后 然后 所以 好了 好了 大家看我这个 装饰器写好了 还有一个还书上写的还有什么 A2 A2是这个 人工智能的意思啊 artificial什么什么 记不太清了 好 然后 这个叫什么呢 叫 自动跑 自己自动 就是自动跑 自动 落地上 好了 大家看 现在我呢定义了这样 按照我们一开始分析呢定义了这样三个角色 那么接下来我们可以做测试 写一个 client 那么大家注意这个client 这我们去写的时候呢 首先我要定义一个什么 是不是定义一个真实的角色呀 定义一个真实的角色嘛 看点什么 这是我们的一个真实的角色 一会儿呢 我们下面用装饰器的装饰 听懂了没有 比如说我要增加 那现在先跑一下吧 陆地上跑 这是一个普通的车 现在我要它增加什么呢 增加新的飞行的功能 增加新的功能 飞行 看一下啊 看怎么增加 fly car fly car 等于啥 new fly car 然后把这个car呢 作为一个指对象传进去 看到了没有 然后呢 fly car点什么 mo 我们看一看 大家看 增加新的功能之后 大家看是不是有了 天上飞 看到了没有 我再增加 同学们看 我再增加 我还想让它继续增加什么呢 增加水上飞 水 水里油 叫什么 water 对吧 water water car 然后这个water car 这呢 我们就叫water car 你有什么 water car 直接大家看这装饰谁呢 装饰他 water car 点什么 mo 然后我们看增加新的功能 再移动一下 同学们看一下啊 这是增加飞行 有了 陆地上跑飞行 然后再增加水里油 干嘛 陆地上跑水上油 都有了 看到了没有 然后一会我要增加人工智能 也没问题 现在问题就是什么呢 我想干嘛 在这呢 我大家看啊 我如果这我可以把这个car传进来 是一个普通的汽车 我还可以传个什么 传个fly car 大家看有什么变化 大家看我传了fly car之后呢 哎发现哎 路上能跑了 天上能飞了 水上也可以游了 看懂了没有 是不是大家看是不是一个复合的类型了 复合的功能了 哎 看懂了没有 所以这个就很自由啊 我传car的话 传car呢就是一个路上和水里油的汽车 我要传个fly car的话 那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是一个啊 路上也可以走 天上也可以飞 然后呢 水里也可以游 这样的卡 明白了没有 来要不咱们这是个普通卡吧 来增加复合功能 来看一下 把刚刚那个再重复一下啊 增加两个新的功能 飞行 水里油 重组装一下 大家看我重组装一下啊 creche 我 她 我 我 disease 我 看 哦 2的时候呢 卡2的时候什么 目 看一看啊 这两个新功能加进来没有 嘿嘿 没有问题 加进来 看到没有 嘿嘿 这样就我们可以自由的想干嘛 增加组装排列组合这样新的功能 当然我们也可以干嘛 把它类图画一会儿啊 这装饰模式 这个client画法无所谓 这个线重来 这是我们的一个 稍微重排一下啊 稍微好看一点点 然后他是实现了他对吧 好 然后这个是继承他 好了 然后呢他是引用了他对不对 再演员一下啊 嗯 好了这样就完美了 呃 输出一张图 滴滴滴滴滴啊 然后 然后换点 嗯 嗯 嗯 好啊 这样就完美了 好了 咱把这个图就画完了 那么 装饰器的基本内容 也就这些 然后咱们再看啊 呃我不知道大家 也因为这个有没有想起一个想起一个大家前面学的东西 叫Io流 还记不记得 大家发现了没有 你在Io流里边 大家我可以告诉你是 Io流的这个输入流和输入流的设计 就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典型的装饰器模式 不是大家记彼的这样写的这样的这样的代码啊 打开重看一下 你有没有写过这样的代码 在去Io流的时候 来啊 比如说 reader 我这个文本流啊 这个这个文本流对吧 或者叫buffer文本流吧 呃 buffer reader 啊 记彼的这样写吧 new input stream stream reader new什么 file input stream 记不记得这样写法 new file 比如 dip a.test 大家记不记得这样的写法 大家看 一开始是一个 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所谓的就是真实角色 看到没有 这是一个装饰器 装饰器 跟我们这 大家看跟我们这写是不是类似的 真实角色跟他 他是真实角色 看到没有 他是一个跟他对应真实角色 然后呢 装饰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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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懂了没有 整个这个Io流这一章的流 流对象的结构呢 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装饰器模式 啊 我希望你们知道 包括大家可以看到里边的一些 这是Io流里边给大家举的例子了 比如说 Io流的input stream output stream reader write 就是什么 就是抽象构建嘛 我们知道Io流里边的输入流 输出流 全都是什么 全都是基于他们四个的嘛 对不对 然后具体构建像这个File input stream File output stream 就是什么 就是我们的真实的对象角色嘛 然后像这些Filted input stream 什么Buffer output stream 这些 大家看这些啊 都是什么 都是装饰嘛 听懂没有 都是装饰器 都是装饰器 我们可以通过增加性的这个新的这些流呢 给我们的流对象呢 增加新的功能 啊 这个大家圆满就不用看了啊 圆满看你应该跟我们那个 刚刚那个车那结构是差不多的 都是互相这个装饰器这个对象呢 这个装饰器呢 持有了我们一个input stream 对象的一个引用 对吧 然后这样装饰啊 然后当然大家在以后学习中呢 还会碰到比如说Swin包 大家以后Swin当然学的不多了 这个工作也用不太着 他里边图形构建 也会用到我们的装饰模式 增加新功能嘛 对不对 然后大家后面这个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啊 所有的API中呢 提供了一个request对象和 request对象 还有respond对象 他们的设计模式呢 也是采用什么 所谓的装饰模式 这request对象和respond对象呢 都增加了两个类 对吧 叫http-servit-request-wrapper 装饰模式呢 也有人把它称之为什么 是包装模式 实际上你 你往往看到这个单词结尾的 往往就是什么 就是装饰模式 就wrap包装意思啊 听懂没有 stras2里边呢 对这个request response session的处理也是什么 也是装饰模式 当然这些都没学啊 我希望大家在后面 学servit-stras2的时候 你可以关注一下 都是装饰器模式 好了 咱们稍微总结一下啊 装饰模式也叫什么 也叫包装器模式 叫decorator 或者叫wrapper decorator designer 这个这个patter 对吧 这个叫wrapper pattern 然后呢装饰模式呢 降低了系统的呕合度 可以动态的增加和删除对象的职责 注意我们可以动态的增加 也可以干嘛也可以删除 某些职责不要了 可以把那个对应的对象删掉 然后呢需要装饰的对象 具体的真实对象呢 跟装饰类呢 可以独立的变化 可以独立的变化 前面给大家聊过 扩展 灵活 不会导致类的类型的个数的一个急剧增加 可以对一个对象呢 做多次装饰 创造出不同组合的行为 不同行为的组合 像刚刚咱们那个飞行汽车跟水桩汽车 两个一组合变成什么 既可以飞又可以水上跑的 这样的一个功能 这叫不同行为的组合 然后呢缺点什么缺点啊 易于出错 调试麻烦 如果大家对这个不熟的话 就很容易出问题 然后呢会产生很多小利路的对象 就像刚刚那个 就像刚刚咱们写的这个代码一样 这个实际上创建了一个对象 这是一个对象 这是个对象 对吧 会创建很多小力度的对象 啊 那么如果是大量小力度对象呢 也可能会占据内存 这个也是这个 4x42 对吧 很多时候性能 4x42性能是稍微有点小问题的 其中呢 跟这个用的用的装饰模式呢 也有点小的关系 关系不大 其实关系也不大 人家已经做了很好的优化了 只是这样给大家提一嘴啊 那还有一点装饰模式和桥建模式 可能讲到这就会有疑惑 说老师你说装饰模式也是用来什么 可以代替继承对吧 那么桥建模式你上次公文说也是用来代替继承的 那有什么区别呀 那区别大了 他们看中的看的角度不一样 桥建模式是关注的是什么呢 他虽然用来也是解决什么 他是用来解决这个多重继承的问题 或者是多层继承结构 多重继承呢 就会造成一个多层的继承结构 这个时候呢是本身什么 他是因为 他是因为变化维度比较多 有N个变化的维度是本来就不稳定 你可以用桥建模式 装饰模式是什么意思呢 他这个真实角色很稳定 他是用来干嘛呢 是用来增加新的功能的 你要增加新的功能组合的时候呢 用装饰模式 观众的点完全不一样 所以我希望你能区别他们俩 好了 关于这个装饰性模式咱们讲到这